再來看到 英國牛津大學 跟阿斯特捷利康藥廠 八號在醫學期刊 斯科軍發佈了最新的新冠疫苗 最後階段的臨床試驗報告 而今天就結果顯示 施打兩劑疫苗的防護力 為百分之六十二 施打半劑 再施打全劑疫苗的防護力 百分之九十 另外報告 還證實因為錯誤施打半劑 再施打全劑的試驗者 只有一千三百六十五人 其中沒有人年紀超過五十五歲 牛津大學跟阿斯特捷利康 先前宣稱 他們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 防護力可以高達百分之九十 再加上價格便宜 而且容易儲存 原本有希望成為 發展中國家抗疫的關鍵